这是我见过伙食最好的一座监狱了 各式各样的米其林蛋糕 米其林菊蜗牛 米其林龙虾 如果是你 你愿意进去吗 男人听完当场就签了字 殊不知这才是一切噩梦源头的开始 一觉醒来 阿伟就发现自己已经在蹲大楼了 整座监狱的构造非常奇特 隔间由上而下 每层两个住户 阿伟在48层 他的育友是一个老当义壮的老人 只见他拿起枕头 跪在楼道边 奇怪的动作把阿伟看待了 随着灯光变化 一桌残根冷至从上层降落下来 老人立即化身干犯人 只有阿伟傻傻地站着 说好的满汉全席呢 上当了呀 刚想着仰天常态 他才恍然大悟 作为48层的自己 能吃到的已经是94人吃过的大餐了 老人一边狼吞虎咽 一边嫌弃地劝阿伟恰饭 毕竟一天就这么一顿 思前想后他拿了个像梨子的屏幕 老人看到后笑而不已 随着平台缓缓下降 阿伟感到四周温度渐渐升高 老人说这是监管人员检测到私藏食物 如果不把苹果丢掉 高温最终会把两人烧成灰烬 听完阿伟立刻丢掉了屏幕 之后老人对他说道 现在的年轻人图样 上次自己在132层生活了一个月 那里除了没有吃的以外全都是吃的 你们这些人在上面几十层还挑三减四 甚至动不动就自杀 说完就掉下来一个失去梦想的人 第二天一个女人伴随着餐桌降落 老人说他每个月都会下来一次 说是找自己的女儿 之后平台继续下降 49层的男人看见女人 于是受性大发 阿伟急得想要下去帮忙 可不到一会儿 女人就一个人回到了平台 原来是个半猪吃老虎的战神 很快一个月过去吧 这一天房间被红光笼罩 老人突然对阿伟说着 祈祷上帝不要把我们分到太下面吧 毕竟我还蛮喜欢你的 阿伟很快在懵逼中睡着 再次醒来自己已经被五花大忙 转头一看发现是171层 老人提着刀不紧不慢走过来 男人使出浑身力气拼命挣扎 老人却亲切抚摸着男人的秀发 在他的眼里 男人就是自己的大牛排 老人表示念在往日的情分 自己将在一周后食用阿伟 一周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这一天老人决定先吃饺 却被女战神一酒盆担翻 他又来找女儿 顺便处理人渣了 战神用刀解开了阿伟的束缚 而阿伟也不负众望 直接补刀了老人 之后战神做好事不留名 继续下去找女儿 靠着尸体 阿伟渡过了最黑暗的时光 这天他醒了过来 发现是33层 育友是个带着宠物狗的女人 仔细一看 竟然就是放自己进来的工作人员 女人解释道 这里的食材按量合理提供 如果每个人只吃属于自己的一份 所有人就都能活下来 然而这种理想的事情 是不可能实现的 女人每天都在劝说 下层的人按量分配 可是这种上层人说的话 下层人根本听不进去 男人看不下去了 他直接威胁下面的人 要是不听话 下次自己就把奥利给涂到菜上 这些人听完立刻就怂了 显然有些事情 不是讲道理就能解决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 转眼就到了换层的日子 这次是202层 阿伟发现女人已经自杀了 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 他用玻璃记录着每一天的时间 终于 这一天他在第六层醒了过来 转头发现新育友竟然是女战神 女人转头死死盯住男人 随后起身亮出尖锐的寒光 朝着男人拔刀相向 阿伟突然惊醒 原来是梦 这个月阿伟在第六层 他的育友换成了一个黑格 旁边的黑格精神亢奋 上面的人假意帮助他 却突然丢掉绳子 黑格差点被他们坑死 气得他无能狂怒 之后两人吃起了大餐 阿伟依旧保持着 合理饮食的优良传统 看着下层狼吞虎宴的样子 终于领悟的阿伟做出决定 他说服了黑格 两人带着钢管强制分配饮食 听话的按量吃饭 不听话的暴打一顿 此时他们遇到一位置者 这时大家才意识到 如果只是合理分配食物 上面的人并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 为了让上面的人 接收到监狱传来的信息 他们将最好吃的布丁保存起来 希望用这种方式证明人性的光辉 原本一路下去还算顺畅 可就在降落到127层的时候 阿伟发现女战神被壮汉反杀了 经过一番搏斗之后 阿伟和黑格勉强战胜了127层的壮汉 可搏斗也让他们受了重伤 随着餐桌下降 他们看到的事物只能用绝望来形容 最终站台降落到了333层 这里竟然有一个小女孩 看来她就是女战神一直寻找的孩子 经过内心的挣扎 他们还是把布丁送给了饥饿的女孩 之后阿伟将女孩带到餐桌上 决定用这种方式传递最后的信息 画面一转 老板正严厉地斥责大厨 质问他们这个布丁为什么没被吃掉 最终 老板将原因归咎于上面的一根头发 显然 女孩不过是幻想 甩锅的管理层才是现实 这座叫做社会的监狱 也将一直运作下去 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 优优独播剧力 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